老婆是伏地膜,逼我给小舅子买房,又让我贷款给小舅子买宝马,俗话说,娶妻要娶嫌,娶到一个伏地膜,那就是倒了八辈子血眉,全家跟着一起遭殃,以前我觉得是狗屁,但现在我信了,这一切都得从那天说起,和往常一样,六点一到,我走出了公司,没走两步, 接到了岳母张琴打来的电话,小伟,你是什么意思?妈,我,别我我的,一个大男人吞吞吐吐叫个什么事,你老婆已经回娘家两三天了,你不管不问,是不打算要这个老婆了吗?妈,我没有这个意思,我和莉莉扮了几句嘴,我想她气消了就会回来,扮嘴,还不是因为你不听她的,你不来哄她, 她怎么可能会消气,今晚你爸做了几个好菜,你来家吃饭,你们好好谈谈,把她领回去,好的,妈,挂了电话,我沉着脸叹了口气,这叫怎么回事?明明是老婆无理取闹,非要还要自己去哄她,怎么想怎么憋屈,可想起爸妈殷切的希望,还有老婆长期待在娘家,也不是那么回事, 我只能收拾一下心情,跑到超市买了些营养品和水果,来到了丈母娘家 开门的是小舅子李刚,这家伙见到我很热情,立刻将我手中的东西接了过去,一口一个,姐夫把我迎了进去,我看了一眼,丈母娘和老丈人在厨房里忙碌,老婆在客厅的沙发上坐着看电视,和老两口打了声招呼, 我走过去,挨着老婆坐下,别挨着我,离我远点,看见你就烦,你现在长能耐了,三天没给我打电话,你是不是想造反了? 李莉莉边说边气呼呼给了我两个白眼,我心里气得不行,但为了顾全大局,我也只能抢几出笑容道,老婆,你在气头上。 所以我打算,等你气消了,再和你好好谈谈,谈什么谈,有什么好谈的,除非你答应我的要求,我脸色一变再变,经过三天,态度还是一样,没有半点改变。 凭什么李刚结婚,要我出现买房,我欠他的嘛,这时,老丈人端着两盘菜走出来,高呼都别坐着了,过来洗洗手吃饭了。 我和冷着脸的老婆同时起身向前走去,没两分钟,桌上摆满了午菜一汤,有机有余,李刚殷勤地给我倒了一杯酒,端起杯子,笑嘻嘻地说,姐夫,我们好久没在一起吃饭了,来,我敬你一杯。 我虽然不喜欢李刚,但在这种场合下,我也不能坐得太过了,只好举起杯子,和李刚碰了一个,来,小伟,我也和你喝一个,好的,爸,接下来,李刚边说边不断地往我碗里夹菜,无视献殷勤,飞奸击倒。 我在心里冷哼,果不其然,没一会,李刚就露出了狐狸尾巴,姐夫,我知道你和我姐是因为给我买房的事闹得不愉快,在这里我带她向你道歉,但也请你站在她的角度想想,一辈子良姐弟,她是我姐,我有困难,她不帮我谁帮我,这时,岳母张琴也开口了,就是啊,小刚说得不错。 莉莉这丫头,从小就和小刚关系不错。 现在小刚结婚遇到困难,莉莉能做事不管吗?不等我开口,岳丈李山接着道,小伟,大家都是一家人,理应相互帮助,这是小刚的终生大事,你是她姐夫,你可不能不帮她。 听到这句,我怒急返校,我有能力,一个小公司的普通员工,月薪四五千,这叫有能力,给李刚买房,一开口就是五十万,我去哪里找? 抢银行嘛,老婆一家四口,真是一点都不为我着想啊。 看见我这个样子,李莉莉格外的生气,咬牙切齿道,何为?我爸,我妈,我弟说的,你都听见了,你哑巴了。 说话啊,我深深吸了口气,强行压住怒气,扫了眼里,莉莉一家四口,爸,妈,你们说的对,我们是一家人,应该相亲相助,但这也得根据现实说话,如果我有能力,能拿出五十万,我二话不说,立刻拿出来,但问题是我拿不出来,话音刚落,李山,张琴,李刚三人,脸色立刻黑了下来, 全都怒气冲冲的瞪着我,我一脸平静的和他们对视着,心里充斥着无奈,愤怒,更多的则是委屈,这是,一旁的李莉莉在我腰间用力掐了一把没良心的东西,你看看这是什么。 说完,他打开包包,拿出一张纸,用力砸在我脸上,我仔细一看,原来是检查化验单,老婆怀孕了,瞬间,我由怒转喜,嘴巴笑得合不拢,和李莉莉结婚以来,我迫切地想要个孩子,这也是爸妈做梦都在梦的事,可这两年一直没有,现在真是喜从天降,老婆,你怀孕了,什么时候的事? 我前天有点不舒服,去了趟医院,今天刚拿到的结果,李莉莉说完,扫了眼爸妈和小弟,气呼呼道,我这辈子只有小刚这么一个弟弟,我必须帮他,想要我把这个孩子生下来。 你必须给小刚买房,姐,你。 李刚叫了声,低下头的瞬间,脸上尽是得意之色,自己可真是有个好姐姐啊。 张琴和李莉莉也笑了,似乎在说自己的女儿很不错,没有白疼。 看见这一幕幕,我的心里就跟刀扎似的,正所谓一夜夫妻百日恩,扪心自问,我这些年对李莉莉很不错,她一点不敢恩,反而现在拿我们的孩子来威胁我,张琴可能是不想事情闹得太僵,跳出来打圆场。 小伟,我可提醒你,怀孕的女人可是不能动气,轻则对胎儿不好,重则可能会滑胎,这可不是开不了玩笑的。 对啊,姐夫,你就别气我姐了,要是孩子没了,你会后悔一辈子的,看着拼命给我几枚弄眼的李刚,我真是气不打一出来。 哎,那么的,你以为我想气她吗,这还不是被你给连累的,不过最后一句她说对了,自己千判万判,终于判了一个孩子,可千万不能出事,否则会遗憾终身,何为? 你别三锤打不出一个冷屁来,你现在是什么意思,说话啊?李莉莉张口催促,我身体一颤,认真想了很久,什么都没有,孩子重要,为了孩子,我忍,我妥协,老婆,小刚买房的事。 我会去跟爸妈商量的,一听,李刚乐的嘴巴都合不拢,姐夫,你真是太棒了,我就知道你对我好,不会不管我的,张琴也点头夸奖小伟,事实证明,莉莉没有看错人,你是个好女婿好老公,听见这句,我像吃了大碗苍蝇,刚才我不同意,立刻翻脸,把我当成十恶不赦的罪人,现在我答应帮忙, 就是好女婿好老公,这嘴脸变得真快,呵呵,来,小伟,我们再喝一个,用不了多久,咱们家就是双喜临门了,我真是高兴啊,哈哈,我心不甘情不愿地端起酒杯,和李珊碰了一个。 宁家是双喜临门,可却是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,接下来,李莉莉和张琴,李刚热火朝天地聊着,什么怀孕初期,需要注意什么,要吃什么营养品,还有就是千万不能累着,他们让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我,吃完饭,我和李莉莉离开了丈母娘家,刚坐上低市,李莉莉就对司机说道, 云丁花园,我一愣老婆,去那干什么,哼,当然是找你爸妈商量,给小刚买房的事,你忘了自己刚才是怎么说的了,我一阵无语和生气,一天都等不了,真的需要这么急吗? 又或者担心我反悔了,李莉莉不管我生不生气,自顾地说道,这几天给小刚跳了好几处房子,等拿到钱了, 可得帮他好好挑挑,一定得挑出好的,住着才舒服,我看着憋们的不行,摇开车窗,看着不断变化的景物,在心中喃喃自语,孩子,为了你,老爸什么都能忍。 十几分钟后,到了园丁小区,见到了我的爸妈,老两口以前都是老师,一个教语文,一个数学,小伟,这么晚你们还过来,出什么事了吗? 面对老爸的询问,我没有把前不久和李莉莉因为买房的事,闹得很不愉快的事说出来,而是直接告诉他们,李莉莉怀孕了,啊,莉莉怀孕了,咱们老何家终于有后了。 哈哈,老爸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蹦了起来,老妈也是一脸笑意,小声地跟李莉莉说着话,目光没有离开过她的肚子,我看着,觉得这一幕好温馨,如果没有给李刚买房这一事,该有多好啊。 几分钟后,李莉莉装作咳嗽的哼哼两声,我知道她是不满给我警告了,没办法,我只好硬着头皮,把要用这个房子抵押贷款给李刚买房的事说了,老两口你看我,我看你,心中为难陷入了沉默,不用问,我也知道他们在想什么,老两口辛苦打拼半辈子,没什么存款。 就是苦了这个房子,现在要拿去抵押贷款,等于是拿走了他们半辈子的劳动成果,心里怎么可能好受,李莉莉见我皱眉没有下文,老两口也不说话,脸色变冷,爸,妈,我就只有李刚这么个弟弟,现在他要结婚,女方要他在市中心全款买套房,才肯嫁给他,我是他姐姐,必须帮他, 否则不配做他的姐姐,老爸气得不行,站起来大声道,李莉莉,和我儿子过日子的是你,不是你弟弟,你弟弟什么德行,我们都知道,老大不小了,干一份工作就没超过一周的。 把钱借给他买房,这叫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,老妈看见李莉莉,脸色变得铁青,浑身发抖,赶紧拉住老爸,示意他不要说了,千万别把李莉莉气出个好歹来。 这时,我也开口了,怕,你坐下,别激动,有什么话好好说,李莉莉认为,我们一家三口在演戏,冷冷笑了两声,下达最后通牒,我不管你们怎么想,反正我就一个意思,给钱我就生孩子,不给钱我就不生了,拿这个威胁我就算了,现在故技重施,是在商量吗? 这是在赤裸裸的威逼,老两口岁数都大了。 把他们气出个好歹来怎么办,我认为李莉莉太过分了,凶巴巴瞪了他一眼,李莉莉觉得自己这是在帮弟弟,一点错都没有。 反瞪了我一眼,老妈将这一切看在眼中,当下知道不答应抵押贷款,肯定保不住这孩子,咬咬牙,用力推了老爸一把,老头子,钱财乃身外之物,生不带来,死不带去。 人最重要,就答应他们吧。 老爸脸色一阵阴一阵情,最后重重叹了口气,什么也没说,起身朝房间走去,看着老爸的背影。 我觉得老爸好像瞬间老了十几岁,背从心来,眼泪差点不争气地掉下来。 老爸,对不起,都是儿子无能,让你受难痛苦了。 小伟,时间不早了,你带着莉莉早点回去休息。 明天你来拿房产证,去办抵押贷款,我去看看你爸,老妈边说边站了起来,好的,妈,回家的路上,我一句话都没跟李莉莉说,一直在心问问自己,这么做对吗? 两久都没得出一个答案,到了家,我沉着脸对李莉莉说,你刚才太过分了,怎么能对爸说那种话,李莉莉冷冷一笑,何为,迷眼瞎吗? 没看到刚才是他先大呼小叫的,我李莉莉长这么大和时,受过这样的气,我只不过是实话实话,顺便给他点颜色瞧瞧。 你,你,我怒火攻心,气得抬起手。 真想给李莉莉一耳光,让他好好清醒清醒,李莉莉双手掐腰,红着双眼怒吼,何为,你长能耐了啊,你打呀,你打呀,我和你拼了,倒是一失两命,你的好日子就到头了,这话好像一盘凉水浇在头顶,我顿时清醒过来,放下了手,是啊,这时候千万不能和李莉莉动手,要是一不小心伤到孩子怎么办? 李莉莉莉见状,坐下,哼到以后没本事,就别装模作样,去,给我打盆洗脚水来,我走了一天的路,累死了,要好好泡泡,喂了孩子。 我忍,第二天,我洗漱好,准备去上班。 却被李莉莉叫住,今天请假,别去上班了,去你妈拿上房产证,去办抵押贷款,我不爽得到,需要这么急吗? 就你弟弟的事重要,我的工作不重要,就你那破工作,一个月累死累活没几个钱,少去一天怎么了? 我弟弟结婚是终生大事,当然是他的重要,弟弟,全都是你弟弟,既然你弟弟这么好,那你和他去过吧。 我在心里咆哮着,但不管怎么生气,我既然已经为了孩子做出这么大的让步,现在和李莉莉争吵一点意义都没有。 我应了一声,打个电话请好架。 快速来到园丁小区,见到老妈,我红着双眼自责地说,妈。 对不起,孩儿不笑,让你们受罪难过了,老妈摆摆手,小伟,你千万别这么说,妈知道你这两年是怎么过来的,你也是没办法了才这么做,我现在就去给你拿房产证,好的,妈,我有点哽咽, 人家都说养儿防老,而我却连累了爸妈,一分钟后,老妈将房产证递到我的手里,语众心长地说,小伟啊,爸和妈能为你做的就这么多了,你记住,现在李莉怀了孩子,不管他做什么,你都要忍着,千万不能做过鸡的事,妈,我知道,一切为了孩子,你去吧。 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,打电话就行,妈,我爸呢,他没事吧,想到昨晚发生的事,我心里充满了自责,不过更多的则是担心,你爸一大清早就去晨练了,他没事,你放心,我会看着他的,你去忙吧。 嗯,妈,我走了,离开家后,我跑了几家银行,经过详细的对比,我最后选了一家银行,办理了贷款示意,中途,李莉莉打了很多通电话过来,各种问,让我能带就多带点,李刚买了房,他这个当姐夫的,要给分子钱,还要送些家具什么的,对此,我能说什么,说的也没用。 最后,带了六十万,我心想给分子钱,再加上买家具,用个两三万,到时候,李莉莉生孩子也需要钱,背着没有坏处,李莉莉拿到钱很高兴,整天不着家,带着爸妈和弟弟这里看房子,那里看房子,货比三家,最后挑了一个,只需要简单装修,就能立刻入住的三十亿厅的房子,李山。 张琴老两口见人就说,儿子有本事,在市中心买了个大房子,很快要结婚了,对于他们这种极度虚伪的行为,我早已见怪不怪,只想说,李刚之所以变成今天这样,和他们的溺爱脱不了关系。 以后,他们会自作自受,接下来开始搞装修,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,我成为了免费的小工,经常深更半夜,还在和装修师傅一起干活,累死累活回到家还得伺候李莉莉,房子装修好,李莉莉就迫不及待 在大清早就拉着我逛家具市场,美其名曰,要给新房好好布置布置,老公,你看这套沙发怎么样?我一看价格,淡淡地说,我觉得这套沙发跟小刚那个房子不是很配,我们再看看别的吧。 李莉莉一眼,就看穿了我心中怎么想,冷冷一笑,不是不配。 你是嫌价格贵吧?我脸色黑了,一套沙发将近两万,不贵吗? 要知道我们结婚的时候,那套沙发只是六千多,我的预算顶多三万,现在一套沙发就快两万,后面还要买东西,不知道要花多少钱,服务员, 这套沙发我要了,给我送到,好的,小姐,请你来跟我交钱,不问我的意见,直接买了,真是好有钱,不过用的是我的钱,不对,用的是我爸妈卖房子的钱,我心里堵得慌,黑着脸和李莉莉继续逛。 接下来,李莉莉完全把我当成了钱包,有时候还会装模作样的问我两句,有时候直接不问,看上哪个品牌昂贵的电器,直接买下来。 根本没想过钱够不够,最后一圈下来,把所有家具包圆了,花了十万多,我心里在低血,说好要五十万买套房,现在前前后后已经六十多万了。 这些都是我给还没出生的孩子准备的钱,就这么给李刚的小子花了,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,真是不甘,走出家具城,李莉莉伸了个懒腰,自言自语,逛了一天真累,待会去做个star,再好好按个膜,我眉头一皱,怀孕期间不能按膜。 你不知道,要是不小心伤到孩子怎么办,李莉莉头一低,你吼什么,我当然知道。 我只是一时忘了罢了,整天只知道孩子,烦死了,走,快回家,给我做饭去,我都快饿死了,看着拔腿就走的李莉莉,我心头怪怪的,总觉得哪里不对劲,但一时间又说不出来,回了家,李莉莉当起了老佛爷, 想吃什么,我立刻喂到嘴边,想喝什么也是一样,这些日子,我老妈特地跑了很多趟乡下,买了很多土鸡和土鸡蛋,给李莉莉补身体,可是她一句谢谢都没有,一小时后,开饭,我给李莉莉盛了一大碗鸡汤,小心翼翼地喂她喝,烫死了,你不会吹几下,等凉了再喂我,李莉莉正在刷抖音。 不满地喝了声,好,好的,对了,刚才我妈打电话过来,明天小刚的女朋友一家来我家正式商谈结婚的事,你一次见小刚的女朋友,必须准备个大红包,千万不能丢脸,特么的,今天刚给她花了十几万,现在还要大红包,真把我当成提款机了, 我黑着脸到贷款的钱全都花完了,我没钱了,李莉莉脸色冷下来,双手一推,顿时,整碗鸡汤就洒落在地上,这可是自己辛辛苦苦熬了好几个小时的鸡汤,就这样毁了,我真的被气到了李莉莉。 你真是太过分了,快把碗捡起来,我不,过分的是你,你是小刚的姐夫,第一次见弟媳妇,给他包个大红包怎么了? 我,我已经跟你说了,我没钱,一个大男人总是说没钱,不知道我当初怎么会看上你这个窝囊废,没钱你不会想办法,不会去借啊,我借不到,我是真的很不爽,加重了语气,你,你气死我了。 李莉莉指着我大骂几句,突然抱着肚子痛叫起来,我吓坏了,现在孩子可是我的命根子,如果出事,那可是要了我的命,老婆,你。 你别动气,我听你的,我去找钱给弟媳妇包大红包,不知是不是这句话起了作用,李莉莉哼击两声,不再叫唤了,起身捂着肚子向卧室走去,这样才像话, 脊椎,以后别气我了,你的孩子可在我肚里,我黑着脸像个雕塑一般,站在原地一动不动,现在孩子已经成了我最大的软肋,李莉莉可以肆无忌惮地利用这脸攻击我,而我还不能不就范,孩子啊,老爸是不是很没用,不过,只要你能健康,顺利诞生, 一切都是值得的,大清早,我就和李莉莉来到了丈母娘家里,李刚这小子见到我特别热情,一口一个姐夫,又是滴烟,又是倒茶,李山,张琴健壮,纷纷夸李刚,长大懂事了,结了婚肯定是个好老公好爸爸, 听见这些,喝了口茶的我差点没喷出来,这话也就他们敢说,李刚买房的钱是我出的,家里的所有家具也是我买的,正所谓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短,他能对我不好吗? 好了,何伟,你别坐着了,快去打扫卫生,要把每个角落都擦干净,绝不能有一丝灰尘,等会我去检查,李莉莉指着那些角落大声道,莉莉说得对。 庆家第一次来,一定要给他们留下很好的印象,你打扫完,就去菜市场买菜,我已经列了一份清单,你照着买就行,对了,姐夫,我女朋友的爸爸喜欢喝酒,你去弄两瓶茅台回来,今天和我老丈人喝好了,那我和莎莎的婚事就好办多了,呵呵。 靠,真把我庸人喝冤打头了,打扫卫生和买菜,这些都算了,李刚这小子一开口就是两瓶茅台,真是说得轻巧,他知道现在市面上茅台多少钱一瓶吗? 何伟,没听见我妈和我弟在跟你说话吗?你怎么不应声? 是不是又想气我,这话好像一盆凉水浇灭了我浑身的怒火,为了孩子,我忍。 心不甘情,不愿应了声。 李刚笑了两声,走到李莉莉身边坐下,拍着马屁,老姐,你可真厉害,把姐夫制得服服帖帖,那是,你也不看看你姐是谁,李莉莉眼睛都笑得眯成了一条缝,十分得意,递了个苹果给李刚,小刚,姐给你买的家具满意吗?满意,非常满意。 昨天我带莎莎去看了,她也特别喜欢,一个劲夸老姐你的眼光好,你们满意就好,也不枉我跑断了腿,老姐,你对我真好,你看你说的,我是你姐,我不对你好,对谁好,打扫好卫生,我立刻拿着清单。 骑上一辆小三轮去菜市场,买完菜,我咬咬牙,找个关系不错的同事,借了两万元,然后去茅台,上这么多年班,这是我第一次开口向同事借钱。 没想到是为了李刚这小子,真让我恶心,半小时后,我回到丈母娘家里,屁股都没坐热,又开始各种干活,十一点多,李刚这小子女朋友的一家上门了。 莎莎今年二十三岁,身高一米六以上,瓜子脸,长得漂亮,老两口穿着很普通,脸上布满皱纹,手上全都老姐,一看就知是经常干活,寒暄一阵,我把准备好的红包递给莎莎,第一次见面。 这是我给你的见面礼,莎莎摸摸红包,脸色渐冷,阴阳怪气道,谢谢姐夫,姐夫真是好大方啊。 李莎莎脸色一变,立刻知道是我包的红包不够大,重重哼了一声,表示不满,我无语,非常无语,红包里可是六千元,这还鲜少,过了一阵,在李山、张琴的招呼下,所有人上桌吃饭,看着一大桌的丰盛佳肴,沙沙的爸妈一阵猛夸,李山、张琴夫妇俩高兴得不行, 李刚炫宝式地拿出两瓶茅台,给未来岳父和自己老爸道上,岳父,这是我特意给你准备的茅台,你今天在我家一定要喝高兴。 脸上满是皱纹的男人,兴奋地点头,一个劲夸李刚有孝心,自己的宝贝闺女没有看错人,就这样,这个亲家见面的午宴正式拉开了序幕,李刚很会做人,一个劲地往未来岳父岳母的碗里加菜讨好他们,过了一会,李山 我先敬了一杯酒,试探性问道,亲家,我们来商量下小刚和莎莎结婚的事,上次说的彩礼,没变吧,正在吃菜的我心一下揪了起来,如果对方改变主意,世子大开口,最后拿钱的还是我,没变。 没变,不过经过商量,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要求,什么要求,莎莎,你来说吧。 好的,爸,莎莎点点头,扫了眼在座的所有人,大声道,我那些同事朋友,家里全都是好车,我现在结婚,南方也不能不有辆像样的车,否则我会让人笑话的,我心里一凸,你妹,真是怕什么来什么,刚想开口, 却不想李刚这小子直接派着胸脯保证,莎莎,你说的对,现在结婚怎么能没有车呢,你放心,我有个好姐姐和好姐夫,他们一定会帮我的,李莉莉看了眼,脸色已变黑的我。 笑呵呵道,莎莎,你想要什么车,尽管跟我说,我这个当姐姐的,一定会满足你的,就当是我送给你们的结婚礼物了,谢谢姐,你真好,莎莎甜甜的笑了,先是买房,后又送家具,现在又要送车,真是好慷慨。 这是要把我的家底全掏干,让我背上巨额债务的节奏啊。 我心里一阵剧痛和愤怒,但现在李莉莉怀了我的孩子,纵使我有再多的不满和委屈,也什么都做不了。 接下来,两家人就李刚和莎莎结婚的事宜,开始商量讨论,最后拟定了婚期,下个月出发。 黄道吉日,晚上,回到家里,李莉莉对着我一阵抱怨,说我不够大气,第一次见面,给莎莎包的红包太小了,丢了她的面,她全家的面,你要是闲小,你大可以自己包啊。 我绝不拦着,话到嘴边,我硬生生吞了回去,行了,看在今天婚事圆满商量完毕的份上,我就不和你一般见识了,赶紧去找钱,给我弟买辆好车,买辆好车,说得真是好轻巧。 贷款的钱都用完,我还添了一些,我找不到钱了,我黑着脸说了句,哼,我早知道你会这么说,我已经替你想好了。 你工作这么多年有公积金,可以办理小额带,我愣了一会,反应过来忍不住开口,你可真是我的好老婆,连办法都替我想好了,你这么阴阳怪气的,是不是不想要你的孩子了,可恶。 关键时候就使出大杀气,我脸色更黑了,在心里咆哮如雷,李莉莉看出我妥协了,打了个哈欠,好了,我困了,去给我打盆水来我泡泡脚。 嗯,我强行压住怒火去打水,第二日,在李莉莉的陪同下,或者说监视下,我跑了几家银行,终于用公积金,又贷了二十万。 钱刚到卡里没几分钟,就被李莉莉拿走,他给李刚打了通电话,让对方立刻带上女朋友去看车,晚上八点多,李莉莉回来了,一脸得意高兴的对我说,逛了一天4S店,累死了。 不过一切都值得,花了个很好的价格,给我弟买了辆刚推出的宝马,那小子乐的嘴巴都喝不拢了,李刚倒是高兴了,苦的是我。 现在认真算算,已经欠了八十多万的外债,我一个月工资五千多,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还完,我一肚子的苦水无处速,郁闷坏了,可是陪着老婆产检后, 看着他腹中孩子一切指标健康,生活总是有盼头的,就这样,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,终于到了李刚的大喜之日, 这小子经过化妆师的时多,倒是人母狗样的,坐着那辆新买的宝马前去迎亲,到了莎莎的家里,经过一番无比热闹的仪式后,在各种小伙伴的闹拥下,李刚将莎莎迎上了婚车,到了举办婚宴的酒店,李刚和莎莎稍作休息,便在门口和两家的老人一起迎宾。 没过多久,婚宴正式开始,我和李莉莉,李珊,张琴,以及几个直系亲属坐在一桌,今天是小刚的大喜之日。 各位都要吃好喝好,不尽兴可不能回去啊。 李珊端着酒杯站了起来,李哥,就算你不这么说,我们也会这么做的,哈哈。 来,在这大喜之日,我们担一杯,吃着吃着,我的手机突然响了,拿出一看号码,我找了个上卫生间的借口走了。 半小时后,我回来了,脸色很是阴冷,一看我这个样子,李莉莉非常不满地叫道, 何伟,今天是我弟的大喜之日,你一去这么长时间,你是什么意思? 闻言,我用力拍了下桌子站起来,瞪着李莉莉吼道,够了。 我受够了,我是什么意思?不需要向你多言,李莉莉愣住了,满脸不可思议。 以前没怀孕的时候,重话都不敢跟她说一句,现在怀孕了,更是把她捧在手心里怕掉了,含在嘴里怕话了。 此时此刻,我这个样子是疯了吗? 同桌的李珊,张琴等人也愣住了,在他们眼中,我就是个整天受媳妇窝囊气的废物。 平时跟李莉莉大声说话都不敢,现在唱的是哪一出,李莉莉回过神来,用力推了我一把。 何伟,你疯了,敢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,你不想要你的孩子了,我受到了莫大的刺激。 红着双眼,吼道,李莉莉。 你这个恶毒自私的女人,到现在还在用孩子来威胁我,真是可笑至极。 你,你是什么意思?李莉莉目光躲闪,声音也小了些,我是什么意思你心里没点逼数吗? 你一直拿孩子来威胁我,让我给你弟弟买房买车,可你怀的孩子根本就不是我的。 四周惊叫连连,其中属里山,张琴的声音最大,他们也没想到自家的女儿是假怀孕,四周的宾客全都看了过来,频频的小声议论,真是活久见,万万没想到世上会有这样的女人,利用孩子威胁老公给弟弟买房买车。 真是不要脸,这个李莉莉平时看上去人母狗样的,没想到却是这样的女人,呸。 诈你,漂亮的外表,歹毒的心肠,这样的女人谁娶谁倒霉,有这样的老婆,我现在真是替何为感到可怜。 各种各样的议论传进而离,李莉莉受了莫大的羞辱和刺激,紧咬着嘴唇,死死地瞪着我,问道,何为? 你这么说有什么证据?李莉莉,到现在你一点后悔之意都没有,还好意思问我证据?那好,我一件件跟你掰扯清楚,我扫了一眼四周,接着道,第一。 你说你怀孕了,可是咱俩婚间我就说过,我家族三代单传,基因不易让你受孕,第二,你美团开房记录,就是在你弟恋爱不久,你说去出差,可公司根本没安排你出差,所以产检的时候,去做了羊水穿刺,DNA化验,李莉莉一脸惊讶,往后退了很多步,她现在很后悔,当然后悔的不是骗了我, 而是后悔,得意忘形,没有小心处理证据,删掉开房记录,以至于引起了我的怀疑,现在检查结果出来了,证明DNA根本不是我的孩子,从史之中都是在骗我。 我恨得咬牙切齿,李莉莉利用我得子心切,欺骗了我和爸妈,亲前后后带了八十万,给李刚这小子买房买车,真是可恶。 见事态越闹越大,有可能一发不可收拾,李珊,张琴夫妇赶紧过来相劝小伟呀。 我知道,这事是莉莉做的不对,让你受了很多委屈,你放心,我会好好说她的,今天是小刚的大喜之日,你就别再说了,家丑不可外扬。 对啊,小伟,你们是夫妻,有什么话可以回家说,俗话说得好,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,我一听,怒了说得好,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。 可是她把我当过老公嘛,她就把我当成一个傻子,一个奴隶,一个提款机,还有你们一家。 也根本没把我当人,这些年有好事,根本不会想到我,有重活累活了,就想到我了,说完这些,我心里痛快多了,把目光锁定在不远处,满脸愤怒的李刚身上,还有你, 别以为我不知道,用得着我的时候,就一口一个姐夫,用不着我的时候,就怂恿你姐和我离婚,让她找个有钱人改嫁,你就是一个蛀虫。 吸血鬼,这些年专门吸我的血,这时,李莉莉红着双眼,壮若疯狂问道,够了,何伟,别再说了,你究竟想怎么样,我想怎么样,问得好, 我哼了一声,将冰冷的目光定格在李莉莉身上,你对我的所作所为,已经构成了诈骗罪。 重婚罪念在夫妻一场的情分上,我可以不报警起诉你,但我要和你离婚,而且你还要把欠我的八十万归还,否则别我不念旧情。 什么?你要和我离婚,李莉莉不可置信大叫,没错,我要和你离婚,给你一周的时间,把欠我的八十万归还,我面无表情,辛苦忍耐这么久,原来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。 我和李莉莉唯一仅存的情分彻底没了,我唯一想做的就是离婚,开始新的生活,李莉莉犹如晴天被雷劈,如果我真和她离了婚,她是过错方,什么财产都分不到。 那就等于一无所有了,所以她不想离,也离不起,考虑到种种,李莉莉瞬间好像换了个,跑到我面前,拉着我的衣袖,楚楚可怜到老公,我鬼迷心窍,做出这样的事,我知道错了。 求求你原谅我,我向你保证,从今往后我一定改,好好做一个好老婆,伺候你和孝顺公婆,李莉莉和张琴,赶紧站在她这边帮衬,他们的想法很简单,那就是李莉莉名声毁了,如果离了婚,以后肯定没人敢娶了,面对李莉莉一家三口,喋喋不休的保证和甜言蜜语,我一点都不为所动。 有句老话叫做江山一改,本性难移,即便李莉莉现在真的有一点悔意,但她的个性改不了,再说我也根本无法原谅一个向我撒谎,利用孩子威逼我的女人,够了,你们别再说了,我意已决,这个婚我离定了,看到我如此坚决的样子,站在李刚旁边的莎莎,突然用力推开她,大声叫道, 原来你们一家是这样的人,真是好卑鄙,我看清楚你的真面目了,我不嫁了。 说完,她就冷着脸拉着神色复杂的爸妈就要走,看见这一幕,我冷冷地笑了,发生这样的事,我一点都不震惊。 全都在预料之中,因为一旦归还八十万,那车子房子全都没了,杀杀这个势力的女人,怎么会嫁给李刚? 李刚苦苦哀求没用,转而将一枪怒火撒在我头上,吼叫一声向我冲来,幸何的,你这个王八蛋,搅了我的婚事,我和你拼了,我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,冷冷到,你想去坐牢就打呀。 我受点伤无所谓,李刚脸色大变,最后硬生生止住了脚步,她可不想去坐牢,我重重哼了一声,面无表情地看向李莉莉,明早九点,我们民政局门口见,记住,给你一周时间归还八十万。 说完,我转身往前走,后面突然传来补通一声,不知是谁高喊不好了,李山晕过去了。 口吐白沫,快送她去医院,我脚步不减,大步往前走,善恶有头中有报,不是不报,只是时候未到,从今往后,李莉莉一家,好与坏,都跟我没有半点关系,我将为自己而活,好好孝顺爸妈,迎来崭新的生活,老婆是伏地魔,逼我给小舅子买房,又让我贷款给小舅子买宝马。 俗话说,娶妻要娶嫌,娶到一个伏地魔,那就是倒了八辈子血眉,全家跟着一起遭殃,以前我觉得是狗屁,但现在我信了,这一切都得从那天说起,和往常一样,六点一道,我走出了公司。 没走两步,接到了岳母张琴打来的电话,小伟,你是什么意思? 妈,我,别我我的,一个大男人吞吞吐吐叫个什么事? 你老婆已经回娘家两三天了,你不管不问,是不打算要这个老婆了吗? 妈,我没有这个意思,我和莉莉扮了几句嘴,我想她气消了就会回来,扮嘴,还不是因为你不听她的,你不来哄她,她怎么可能会消气? 今晚你爸做了几个好菜,你来家吃饭,你们好好谈谈,把她领回去,好的,妈,挂了电话,我沉着脸叹了口气,这叫怎么回事? 明明是老婆无理取闹,非要还要自己去哄她,怎么想怎么憋屈,可想起爸妈殷切的希望,还有老婆长期待在娘家,也不是那么回事,我只能收拾一下心情,跑到超市买了些营养品和水果,来到了丈母娘家,开门的是小舅子李刚,这家伙见到我很热情,立刻将我手中的东西揭了过去。 一口一个,姐夫把我迎了进去,我看了一眼,丈母娘和老丈人在厨房里忙碌,老婆在客厅的沙发上坐着看电视,和老两口打了声招呼,我走过去,挨着老婆坐下,别挨着我。 离我远点,看见你就烦,你现在长能耐了,三天没给我打电话。 你是不是想造反了?李莉莉边说边气呼呼,给了我两个白眼,我心里气得不行,但为了顾全大局,我也只能抢几出笑容到老婆,你在气头上,所以我打算等你气消了,再和你好好谈谈。 谈什么谈,有什么好谈的,除非你答应我的要求,我脸色一变再变,经过三天,态度还是一样,没有半点改变。 凭什么李刚结婚,要我出钱买房,我欠他的吗? 这时,老张人端着两盘菜走出来,高呼都别坐着了,过来洗洗手吃饭了,我和冷着脸的老婆同时起身向前走去。 没两分钟,桌上摆满了午菜一汤,有机有余,李刚殷勤地给我倒了一杯酒,端起杯子,笑嘻嘻地说,姐夫,我们好久没在一起吃饭了,来,我敬你一杯,我虽然不喜欢李刚,但在这种场合下,我也不能做得太过了,只好举起杯子,和李刚碰了一个,来,小伟,我也和你喝一个,好的,爸。 接下来,李刚边说边不断地往我碗里夹菜,无视献殷勤,飞艰即到。 我在心里冷哼,果不其然,没一会,李刚就露出了狐狸尾巴,姐夫,我知道你和我姐是因为给我买房的事闹得不愉快。 在这里我带她向你道歉,但也请你站在她的角度想想,一辈子梁姐弟,她是我姐,我有困难,她不帮我谁帮我,这时,岳母张琴也开口了,就是啊,小刚说得不错,莉莉这丫头,从小就和小刚关系不错,现在小刚结婚遇到困难,莉莉能做事不管吗? 不等我开口,岳帐李山接着到小伟,大家都是一家人,理应相互帮助,这是小刚的终生大事,你是他姐夫,你可不能不帮他,听到这句,我怒急返校,我有能力,一个小公司的普通员工,月薪四五千,这叫有能力。 给李刚买房,一开口就是五十万,我去哪里找,抢银行吗?老婆一家四口,真是一点都不为我着想啊。 看见我这个样子,李莉莉格外的生气,咬牙切齿道,何为?我爸,我妈,我弟说的你都听见了,你哑巴了,说话啊。 我深深吸了口气,强行压住怒气,扫了眼里厉厉一家四口,爸,妈,你们说的对,我们是一家人,应该相亲相助,但这也得根据现实说话,如果我有能力,能拿出五十万,我二话不说,立刻拿出来。 但问题是我拿不出来,话音刚落,李山,张琴,李刚三人,脸色立刻黑了下来,全都怒气冲冲地瞪着我。 我一脸平静地和他们对视着,心里充斥着无奈,愤怒,更多的则是委屈,这时,一旁的李莉莉在我腰间用力掐了一把没良心的东西,你看看这是什么。 说完,他打开包包,拿出一张纸,用力砸在我脸上,我仔细一看,原来是检查化验单,老婆怀孕了,瞬间,我由怒转喜,嘴巴笑得合不拢,和李莉莉结婚以来,我迫切地想要个孩子,这也是爸妈做梦都在梦的事,可这两年一直没有,现在真是喜从天降,老婆,你怀孕了,什么时候的事, 我前天有点不舒服,去了趟医院,今天刚拿到的结果,李莉莉说完,扫了眼爸妈和小弟,气呼呼道,我这辈子只有小刚这么一个弟弟,我必须帮他,想要我把这个孩子生下来,你必须给小刚买房,姐,你,李刚叫了声, 低下头的瞬间,脸上尽是得意之色,自己可真是有个好姐姐啊,张琴和李莉莉也笑了,似乎在说自己的女儿很不错,没有白疼,看见这一幕幕,我的心里就跟刀扎似的,正所谓一夜夫妻百日恩, 扪心自问,我这些年对李莉莉很不错,她一点不感恩,反而现在拿我们的孩子来威胁我,张琴可能是不想事情闹得太僵,跳出来打圆场,小伟,我可提醒你,怀孕的女人可是不能动气,轻则对胎儿不好,重则可能会滑胎,这可不是开不了玩笑的, 对啊,姐夫,你就别气我姐了,要是孩子没了,你会后悔一辈子的,看着拼命给我几枚弄眼的李刚,我真是气不打一处来, 特么的,你以为我想气她吗,这还不是被你给连累的,不过最后一句她说对了,自己千判万判,终于判了一个孩子,可千万不能出事,否则会遗憾终身, 何伟,你别散锤打不出一个冷屁来, 你现在是什么意思,说话呀,李莉莉张口催促,我身体一颤,认真想了很久,什么都没有,孩子重要,为了孩子,我忍,我妥协,老婆,小刚买房的事,我会去跟爸妈商量的,一听,李刚乐的嘴巴都合不拢,姐夫,你真是太棒了,我就知道你对我好,不会不管我的, 张琴也点头夸奖小伟,事实证明,李莉没有看错人,你是个好女婿好老公,听见这举,我想吃了大碗苍蝇,刚才我不同意,立刻翻脸,把我当成十恶不赦的罪人,现在我答应帮忙,就是好女婿好老公, 这嘴脸变得真快,呵呵,来,小伟,我们再喝一个,用不了多久,咱们家就是双喜临门了,我真是高兴啊,哈哈,我心不甘情不愿地端起酒杯,和李珊碰了一个,你们家是双喜临门,可确实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, 接下来,李莉莉和张琴,李刚热火朝天地聊着,什么怀孕初期,需要注意什么,要吃什么营养品,还有就是千万不能累着,他们让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我,吃完饭,我和李莉莉离开了丈母娘家,刚坐上低市,李莉莉就对司机说道,园丁花园,我一愣老婆,去那干什么? 哼,当然是找你爸妈商量,给小刚买房的事,你忘了自己刚才是怎么说的了,我一阵无语和生气,一天都等不了,真的需要这么急吗,又或者担心我反悔了,李莉莉不管我生不生气,自顾地说道,这几天给小刚挑了好几处房子,等拿到钱了,可得帮她好好挑挑,一定得挑出好的,住着才舒服, 我看着憋们的不行,摇开车窗,看着不断变化的景物,在心中喃喃自语,孩子,为了你,老爸什么都能忍,十几分钟后,到了园丁小区,见到了我的爸妈,老两口以前都是老师,一个教语文,一个数学,小伟, 这么晚你们还过来,出什么事了吗,面对老爸的询问,我没有把前不久和李莉莉因为买房的事,闹得很不愉快的事说出来,而是直接告诉他们,李莉莉怀孕了, 李莉莉怀孕了,咱们老何家终于有后了,哈哈,老爸高兴地像着孩子一样蹦了起来,老妈也是一脸笑意,小声地跟李莉莉说着话,目光没有离开过她的肚子, 我看着,觉得这一幕好温馨,如果没有给李刚买房这一事,该有多好啊,几分钟后,李莉莉装作咳嗽的哼哼两声,我知道她是不满,给我警告了, 没办法,我只好硬着头皮,把要用这个房子抵押贷款,给李刚买房的事说了,老两口你看我,我看你,心中为难陷入了沉默,不用问, 我也知道他们在想什么,老两口辛苦打拼半辈子,没什么存款,就是苦了这个房子,现在要拿去抵押贷款,等于是拿走了他们半辈子的劳动成果,心里怎么可能好受,李莉莉见我皱眉没有下文,老两口也不说话,脸色变冷,爸,妈,我就只有李刚这么个弟弟,现在他要结婚,女方要他在市中心全款买套房, 才肯嫁给他,我是他姐姐,必须帮他,否则不配做他的姐姐,老爸气得不行,站起来大声道,李莉莉, 和我儿子过日子的是你,不是你弟弟,你弟弟什么德行,我们都知道,老大不小了,干一份工作就没超过一周的,把钱借给他买房,这叫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,老妈看见李莉莉,脸色变得铁青,浑身发抖,赶紧拉住老爸,示意他不要说了,千万别把李莉莉气出个好歹来, 这时,我也开口了,爸,你坐下,别激动,有什么话好好说,李莉莉认为,我们一家三口在演戏,冷冷笑了两声,下达最后通牒,我不管你们怎么想,反正我就一个意思, 给钱我就生孩子,不给钱我就不生了,拿这个威胁我就算了,现在估计重施,是在商量吗,这是在赤裸裸的威逼,老两口岁数都大了,把他们气出个好歹来怎么办,我认为李莉莉太过分了,凶巴巴瞪了他一眼,李莉莉觉得自己这是在帮弟弟,一点错都没有,反瞪了我一眼,老妈将这一切看在眼中, 当下知道,不答应抵押贷款,肯定保不住这孩子,咬咬牙,用力推了老爸一把老头子,钱财乃身外之物,生不带来死不带去,人最重要就答应他们吧,老爸脸色一阵阴一阵情,最后重重叹了口气,什么也没说,起身朝房间走去,看着老爸的背影, 我觉得老爸好像瞬间老了十几岁,背从心来,眼泪差点不争气地掉下来,老爸,对不起,都是儿子无能,让你受难痛苦了,小伟,时间不早了,你带着莉莉早点回去休息,明天你来拿房产证去办抵押贷款,我去看看你爸,老妈边说边站了起来,好的,妈,回家的路上, 我一句话都没跟李莉莉说,一直在心问问自己,这么做对吗,良久,都没得出一个答案,到了家,我沉着脸对李莉莉说,你刚才太过分了,怎么能对爸说那种话? 李莉莉冷冷一笑,河伟,你眼瞎吗?没看到刚才是他先大呼小叫的,我李莉莉长这么大和时,受过这样的气,我只不过是实话实话,顺便给他点颜色瞧瞧,你,你,我怒火攻心,气得抬起手,真想给李莉莉一耳光,让他好好清醒清醒,李莉莉双手掐腰,红着双眼怒吼,河伟,你长能带了,你打呀, 你打呀,我和你拼了,倒是一失两命,你的好日子就到头了,这话好像一盆凉水浇在头顶,我顿时清醒过来,放下了手,是啊,这时候千万不能和李莉莉动手,要是一不小心伤到孩子怎么办,李莉莉见状,坐下,哼到以后没本事,就别装母作样,去,给我打盆西娇水来, 我走了一天的路,累死了,要好好泡泡,为了孩子,我忍,第二天,我洗漱好准备去上班,却被李莉莉叫住,今天请假,别去上班了,去你妈拿上房产证,去办抵押贷款,我不爽得到,需要这么急吗? 就你弟弟的事重要,我的工作不重要,就你那坡工作,一个月累死累活没几个钱,少去一天怎么了,我弟弟结婚是终生大事,当然是他的重要,弟弟,全都是你弟弟,既然你弟弟这么好,那你和他去过吧。 我在心里咆哮着,但不管怎么生气,我既然已经为了孩子,做出这么大的让步,现在和李莉莉争吵,一点意义都没有。 我应了一声,打个电话请好假,快速来到园丁小区,见到老妈,我红着双眼自责地说,妈,对不起,孩儿不笑,让你们受罪难过了,老妈摆摆手,小伟,你千万别这么说,妈知道你这两年是怎么过来的,你也是没办法了才这么做,我现在就去给你拿房产证,好的,妈,我有点哽咽,人家都说养儿防老, 而我却连累了爸妈,一分钟后,老妈将房产证递到我的手里,语众心长地说,小伟啊。 爸和妈能为你做的就这么多了,你记住,现在李莉怀了孩子,不管他做什么,你都要忍着,千万不能做过鸡的事,妈,我知道,一切为了孩子,你去吧,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,打电话就行,妈,我爸呢,他没事吧? 想到昨晚发生的事,我心里充满了自责,不过更多的则是担心,你爸一大清早就去晨练了,他没事,你放心,我会看着他的,你去忙吧。 嗯,妈,我走了,离开家后,我跑了几家银行,经过详细的对比,我最后选了一家银行,办理了贷款事宜。 中途,李莉莉打了很多通电话过来,各种问,让我能带就多带点,李刚买了房,他这个当姐夫的要给分子钱,还要送些家具什么的,对此,我能说什么,说了也没用,最后,带了六十万,我心想给分子钱,再加上买家具用个两三万,到时候李莉莉生孩子也需要钱,背着没有坏处。 李莉莉拿到钱很高兴,整天不着家,带着爸妈和弟弟这里看房子,那里看房子,货比三家,最后挑了一个只需要简单装修,就能立刻入住的三十亿厅的房子,李山,张琴老两口,见人就说儿子有本事。 在市中心买了个大房子,很快要结婚了,对于他们这种极度虚伪的行为,我早已见怪不怪,只想说,李刚之所以变成今天这样,和他们的溺爱脱不了关系,以后他们会自作自受,接下来开始搞装修。 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,我成为了免费的小工,经常深更半夜,还在和装修师傅一起干活,累死累活回到家还得伺候李莉莉,房子装修好,李莉莉就迫不及待大清早就拉着我逛家具市场,美其名曰,要给新房好好布置布置。 老公,你看这套沙发怎么样?我一看价格,淡淡地说,我觉得这套沙发跟小刚那个房子不是很配,我们再看看别的吧。 李莉莉一眼,就看穿了我心中怎么想,冷冷一笑,不是不配,你是嫌价格贵吧?我脸色黑了,一套沙发将近两万,不贵吗? 要知道,我们结婚的时候,那套沙发只是六千多,我的预算顶多三万,现在一套沙发就快两万,后面还要买东西,不知道要花多少钱,服务员,这套沙发我要了,给我送到,好的,小姐,请你来跟我交钱,不问我的意见,直接买了,真是好有钱。 不过用的是我的钱,不对,用的是我爸妈卖房子的钱,我心里堵得慌,黑着脸和李莉莉继续逛,接下来,李莉莉完全把我当成了钱包,有时候还会装模作样地问我两句,有时候直接不问,看上哪个品牌昂贵的电器直接买下来,根本没想过钱够不够,最后一圈下来,把所有家具包圆了,花了十万多。 我心里在低血,说好要五十万买套房,现在前前后后,已经六十多万了,这些都是我给还没出生的孩子准备的钱,就这么给李刚那小子花了,肉包子打狗,一去不回。 真是不甘,走出家具城,李莉莉伸了个懒腰,自言自语,逛了一天真累,待会去做个SPA,再好好按个膜,我眉头一皱,怀孕期间,不能按膜,你不知道。 要是不小心伤到孩子怎么办?李莉莉头一低,你吼什么?我当然知道,我只是一时忘了罢了,整天只知道孩子,烦死了。 走,快回家,给我做饭去,我都快饿死了。 看着拔腿就走的李莉莉,我心头怪怪的,总觉得哪里不对劲,但一时间又说不出来。 回了家,李莉莉当起了老佛爷,想吃什么,我立刻味到嘴边。 想喝什么也是一样,这些日子,我老妈特地跑了很多趟乡下,买了很多土鸡和土鸡蛋,给李莉莉补身体。 可是,她一句谢谢都没有,一小时后,开饭,我给李莉莉盛了一大碗鸡汤,小心翼翼地喂她喝,烫死了,你不会吹几下,等凉了再喂我。 李莉莉正在刷抖音,不满地喝了声,好,好的,对了,刚才我妈打电话过来,明天小刚的女朋友一家来我家正式商谈结婚的事,你一次见小刚的女朋友, 必须准备个大红包,千万不能丢脸,特么的,今天刚给她花了十几万,现在还要大红包,真把我当成提款机了,我黑着脸到贷款的钱全都花完了,我没钱了。 李莉莉脸色冷下来,双手一推,顿时,整碗鸡汤就洒落在地上,这可是自己辛辛苦苦熬了好几个小时的鸡汤,就这样毁了, 我真的被气到了,李莉莉,你真是太过分了,快把碗捡起来,我不,过分的是你,你是小刚的姐夫,第一次见弟媳妇,给他包个大红包怎么了? 我,我已经跟你说了,我没钱,一个大男人总是说没钱,不知道我当初怎么会看上你这个窝囊费,没钱你不会想办法,不会去借啊。 我借不到,我是真的很不爽,加重了语气,你,你气死我了。 李莉莉指着我大骂几句,突然抱着肚子痛叫起来,我吓坏了,现在孩子可是我的命根子,如果出事,那可是要了我的命。 老婆,你,你别动气,我听你的,我去找钱给弟媳妇包大红包,不知是不是这句话起了作用。 李莉莉哼起两声,不再叫唤了,起身捂着肚子向卧室走去,这样才像话。 脊椎,以后别气我了,你的孩子可在我肚里,我黑着脸像个雕塑一般,站在原地一动不动,现在孩子已经成了我最大的软肋,李莉莉可以肆无忌惮地利用这点攻击我。 而我还不能不就范,孩子啊,老爸是不是很没用,不过只要你能健康,顺利诞生,一切都是值得的。 大清早,我就和李莉莉来到了丈母娘家里,李刚这小子见到我特别热情,一口一个姐夫,又是滴烟,又是倒茶,李山,张琴健壮,纷纷夸李刚,长大懂事了,结了婚肯定是个好老公好爸爸,听见这些,喝了口茶的,我差点没喷出来。 这话也就他们敢说,李刚买房的钱是我出的,家里的所有家具也是我买的,正所谓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短,他能对我不好吗?好了。 何伟,你别坐着了,快去打扫卫生,要把每个角落都擦干净。 绝不能有一丝灰尘,等会我去检查,李莉莉指着那些角落大声道,莉莉说得对,亲家第一次来,一定要给他们留下很好的印象,你打扫完,就去菜市场买菜,我已经列了一份清单,你照着买就行。 对了,姐夫,我女朋友的爸爸喜欢喝酒,你去弄两瓶茅台回来,今天和我老丈人喝好了,那我和莎莎的婚事就好办多了,呵呵。 靠,真把我佣人和冤大头了,打扫卫生和买菜,这些都算了,李刚这小子一开口就是两瓶茅台,真是说得轻巧,他知道现在市面上茅台多少钱一瓶吗? 何伟,没听见我妈和我弟在跟你说话吗?你怎么不应声,是不是又想气我?这话好像一盆凉水,浇灭了我浑身的怒火,为了孩子。 我忍,心不甘情不愿应了声,李刚笑了两声,走到李莉莉身边坐下,排着马屁的老姐,你可真厉害,把姐夫置得服服贴贴,那时,你也不看看你姐是谁。 李莉莉眼睛都笑得眯成了一条缝,十分得意,递了个苹果给李刚小刚,姐给你买的家具满意吗?满意,非常满意。 昨天我带莎莎去看了,她也特别喜欢,一个劲夸老姐你的眼光好。 你们满意就好,也不枉我跑断了腿,老姐,你对我真好,你看你说的,我是你姐,我不对你好,对谁好,打扫好卫生。 我立刻拿着清单,骑上一辆小三轮去菜市场,买完菜,我咬咬牙,找个关系不错的同事,借了两万元,然后去茅台,上这么多年班,这是我第一次开口,向同事借钱。 没想到是为了李刚这小子,真让我恶心,半小时后,我回到丈母娘家里,屁股都没坐热,又开始各种干活,十一点多,李刚这小子女朋友的一家上门了,莎莎今年二十三岁,身高一米六以上。 瓜子脸,长得漂亮,老两口穿着很普通,脸上布满皱纹,手上全都老姐,一看就知是经常干活,寒暄一阵,我把准备好的红包递给莎莎,第一次见面,这是我给你的见面礼,莎莎摸摸红包,脸色渐冷,阴阳怪气道,谢谢姐夫,姐夫真是好大方啊。 李莎莎脸色一变,立刻知道是我包的红包不够大,重重哼了一声,表示不满,我无语,非常无语,红包里可是六千元,这还鲜少,过了一阵,在李山、张琴的招呼下,所有人上桌吃饭。 看着一大桌的丰盛佳肴,莎莎的爸妈一阵猛夸,李山、张琴夫妇俩高兴得不行,李刚炫宝似的拿出两瓶茅台,给未来岳父和自己老爸道上,岳父,这是我特意给你准备的茅台, 你今天在我家一定要喝高兴,脸上满是皱纹的男人,兴奋地点头,一个劲夸李刚有孝心,自己的宝贝闺女没有看错人,就这样。 这个亲家见面的午宴正式拉开了序幕,李刚很会做人,一个劲地往未来岳父岳母的碗里夹菜讨好他们,过了一会,李山敬了一杯酒,试探性问道, 我们来商量下小刚和莎莎结婚的事,上次说的彩礼,没变吧,正在吃菜的我心一下,揪了起来,如果对方改变主意,世子大开口,最后拿钱的还是我,没变,没变,不过经过商量,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要求,什么要求,莎莎,你来说吧。 好的,爸,莎莎点点头,扫了眼在座的所有人,大声道,我那些同事朋友,家里全都是好车,我现在结婚,南方也不能不有辆像样的车,否则我会让人笑话的, 我心里一突,你妹,真是怕什么来什么,刚想开口,却不想李刚这小子,直接派着胸脯保证,莎莎。 你说的对,现在结婚怎么能没有车呢?你放心,我有个好姐姐和好姐夫,他们一定会帮我的。 李莎莎看了眼,脸色已变黑的我,笑呵呵道,莎莎,你想要什么车,尽管跟我说,我这个当姐姐的,一定会满足你的,就当是我送给你们的结婚礼物了,谢谢姐,你真好,莎莎甜甜的笑了,先是买房,后又送家具,现在又要送车,真是好慷慨。 这是要把我的家底全掏干,让我背上巨额债务的节奏啊。 我心里一阵剧痛和愤怒,但现在李莉莉怀了我的孩子,纵使我有再多的不满和委屈,也什么都做不了。 接下来,两家人就李刚和莎莎结婚的事宜,开始商量讨论,最后拟定了婚期,下个月出八,黄到吉日,晚上,回到家里。 李莉莉对着我一阵抱怨,说我不够大气,第一次见面给莎莎包的红包太小了,丢了她的面,她全家的面,你要是闲小,你大可以自己包啊。 我绝不拦着,话到嘴边,我硬生生吞了回去,行了,看在今天婚事圆满商量完毕的份上,我就不和你一般见识了,赶紧去找钱,给我弟买辆好车,买辆好车,说得真是好轻巧。 贷款的钱都用完,我还添了一些,我找不到钱了,我黑着脸说了句,哼,我早知道你会这么说,我已经替你想好了。 你工作这么多年有公积金,可以办理小额带,我愣了一会,反应过来忍不住开口,你可真是我的好老婆,连办法都替我想好了。 你这么阴阳怪气的,是不是不想要你的孩子了,可恶,关键时候就使出大杀气。 我脸色更黑了,在心里咆哮如雷,李莉莉看出我妥协了,打了个哈欠,好了,我困了,去给我打盆水来我泡泡脚。 嗯,我强行压住怒火去打水,第二日,在李莉莉的陪同下,或者说监视下,我跑了几家银行,终于用公积金,又贷了二十万。 钱刚到卡里没几分钟,就被李莉莉拿走。 他给李刚打了通电话,让对方立刻带上女朋友去看车,晚上八点多,李莉莉回来了,一脸得意高兴的对我说,逛了一天4S店,累死了。 不过一切都值得,花了个很好的价格,给我弟买了辆刚推出的宝马,那小子乐的嘴巴都喝不拢了。 李刚倒是高兴了,苦的是我,现在认真算算,已经欠了八十多万的外债。 我一个月工资五千多,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还完,我一肚子的苦水无处速,郁闷坏了。 可是陪着老婆产检后,看着她腹中孩子,一切指标健康,生活总是有盼头的。 就这样,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,终于到了李刚的大喜之日。 这小子经过化妆师的十多,倒是人母狗样的,坐着那辆新买的宝马前去迎亲。 到了莎莎的家里,经过一番无比热闹的仪式后,在各种小伙伴的闹拥下,李刚将莎莎迎上了婚车,到了举办婚宴的酒店。 李刚和莎莎稍作休息,便在门口和两家的老人一起迎宾。 没过多久,婚宴正式开始,我和李莉莉、李珊、张琴以及几个直系亲属坐在一桌。 今天是小刚的大喜之日,各位都要吃好喝好,不尽兴可不能回去啊。 李珊端着酒杯站了起来,李哥,就算你不这么说,我们也会这么做的。 哈哈,来,在这大喜之日,我们干一杯,吃着吃着,我的手机突然响了,拿出一看号码,我找了个上卫生间的借口走了。 半小时后,我回来了,脸色很是阴冷,一看我这个样子,李莉莉非常不满地叫道,何为? 今天是我弟的大喜之日,你一去这么长时间,你是什么意思? 文言,我用力拍了下桌子站起来,瞪着李莉莉吼道,够了,我受够了,我是什么意思? 不需要向你多言,李莉莉愣住了,满脸不可思议。 以前没怀孕的时候,重话都不敢跟她说一句,现在怀孕了,更是把她捧在手心里怕掉了,含在嘴里怕话了。 此时此刻,我这个样子,是疯了吗? 同桌的李珊,张琴等人也愣住了,在他们眼中,我就是个整天受媳妇窝囊气的废物,平时跟李莉莉大声说话都不敢。 现在唱的是哪一出,李莉莉回过神来,用力推了我一把,何伟,你疯了,敢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,你不想要你的孩子了。 我受到了莫大的刺激,红着双眼,吼道,李莉莉,你这个恶毒自私的女人,到现在还在用孩子来威胁我,真是可笑至极。 你,你是什么意思?李莉莉目光躲闪,生意也小了些,我是什么意思你心里没点逼数吗? 你一直拿孩子来威胁我,让我给你弟弟买房买车,可你怀的孩子根本就不是我的。 四周惊叫连连,其中属里山。 张琴的声音最大,他们也没想到自驾的女儿是假怀孕,四周的宾客全都看了过来,频频的小声议论,真是活久见,万万没想到世上会有这样的女人,利用孩子威胁老公给弟弟买房买车,真是不要脸。 这个李莉莉平时看上去人母狗样的,没想到却是这样的女人,呸。 诈女。 漂亮的外表,歹毒的心肠,这样的女人谁娶谁倒霉,有这样的老婆,我现在真是替何为感到可怜。 各种各样的议论传进而里,李莉莉受了莫大的羞辱和刺激,紧咬着嘴唇,死死地瞪着我。 问道,何为?你这么说有什么证据?李莉莉,到现在你一点后悔之意都没有,还好意思问我证据。 那好,我一件件跟你掰扯清楚,我扫了一眼四周,接着道,第一,你说你怀孕了,可是咱俩婚间我就说过,我家族三代单传,基因不易让你受孕。 第二,你美团开房记录,就是在你弟恋爱不久,你说去出差,可公司根本没安排你出差,所以产检的时候,去做了羊水穿刺DNA化验。 李莉莉一脸惊讶,往后退了很多步,她现在很后悔,当然后悔的不是骗了我。 而是后悔,得意忘形,没有小心处理证据,删掉开房记录,以至于引起了我的怀疑,现在检查结果出来了。 证明DNA根本不是我的孩子,从史之中都是在骗我,我恨得咬牙切齿,李莉莉利用我的子心切,欺骗了我和爸妈,千千后后带了八十万,给李刚这小子买房买车,真是可恶。 见事态越闹越大,有可能一发不可收拾,李珊,张琴夫妇赶紧过来相劝小伟啊。 我知道,这事是莉莉做的不对,让你受了很多委屈,你放心,我会好好说她的,今天是小刚的大喜之日,你就别再说了,家丑不可外扬。 对啊,小伟,你们是夫妻,有什么话可以回家说,俗话说得好。 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,我一听,怒了说得好,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,可是他把我当过老公嘛,他就把我当成一个傻子,一个奴隶,一个提款机,还有你们一家,也根本没把我当人。 这些年有好事,根本不会想到我,有重活累活了,就想到我了。 说完这些,我心里痛快多了,把目光锁定在不远处,满脸愤怒的李刚身上,还有你。 别以为我不知道,用得着我的时候,就一口一个姐夫,用不着我的时候,就怂恿你姐和我离婚,让她找个有钱人改嫁,你就是一个蛀虫。 吸血鬼,这些年专门吸我的血,这时,李莉莉红着双眼,壮若疯狂问道,够了,何伟,别再说了,你究竟想怎么样,我想怎么样,问得好,我哼了一声,将冰冷的目光定格在李莉莉身上,你对我的所作所为,已经构成了诈骗罪,重婚罪,念在夫妻一场的情分上,我可以不报警起诉你。 但我要和你离婚,而且,你还要把欠我的八十万归还,否则别我不念旧情,什么,你要和我离婚,李莉莉不可置信打叫,没错,我要和你离婚,给你一周的时间,把欠我的八十万归还。 我面无表情,辛苦忍耐这么久,原来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,我和李莉莉唯一仅存的情分彻底没了,我唯一想做的就是离婚,开始新的生活。 如果,李莉莉犹如晴天被雷劈,如果我真和她离了婚,她是过错方,什么财产都分不到,那就等于一无所有了,所以她不想离,也离不起,考虑到种种。 李莉莉瞬间好像换了个,跑到我面前,拉着我的衣袖,楚楚可怜到老公,我鬼迷心窍做出这样的事,我知道错了,求求你原谅我,我向你保证,从今往后我一定改,好好做一个好老婆。 伺候你和孝顺公婆,李莉莉和张琴赶紧站在她这边帮衬,他们的想法很简单,那就是李莉莉名声毁了,如果离了婚。 以后肯定没人敢娶了,面对李莉莉一家三口,喋喋不休的保证和甜言蜜语,我一点都不为所动,有句老话叫做江山一改,本性难移,即便李莉莉现在真的有一点悔意, 但她的个性改不了,再说,我也根本无法原谅一个向我撒谎,利用孩子威逼我的女人,够了,你们别再说了,我一已决,这个婚我离定了,看到我如此坚决的样子,站在李刚旁边的莎莎,突然用力推开她,大声叫道,原来你们一家是这样的人,真是好卑鄙,我看清楚你的真面目了,我不嫁了。 说完,她就冷着脸,拉着神色复杂的爸妈就要走,看见这一幕,我冷冷地笑了,发生这样的事,我一点都不震惊,全都在预料之中,因为一旦归还八十万,那车子房子全都没了, 杀杀这个势力的女人,怎么会嫁给李刚,李刚苦苦哀求没用,转而将一枪怒火撒在我头上,吼叫一声向我冲来,姓和的,你这个王八蛋,搅了我的婚事,我和你拼了,我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,冷冷到,你想去坐牢就打呀。 我受点伤无所谓,李刚脸色大变,最后硬生生止住了脚步,她可不想去坐牢,我众众哼了一声,面无表情地看向李莉莉,明早九点,我们民政局门口见,记住,给你一周时间归还八十万。 说完,我转身往前走,后面突然传来补通一声,不知是谁高喊,不好了,李山晕过去了,口吐白沫,快送她去医院,我脚步不减,大步往前走,善恶有头中有报,不是不报,只是时候未到,从今往后,李莉莉一家,好与坏,都跟我没有半点关系, 我将为自己而活,好好孝顺爸妈,迎来崭新的生活。